練習,特別注意,你把這個做完之後 Ctrl-Shift向下 這個選下來,Ctrl-C對不對 記得Ctrl-C之後你貼上,貼到哪裡,貼到這裡,按右鍵 選擇性貼上 這邊記得用值,貼上值,或者你貼這個也可以,123這個就貼上值 如果你直接貼上會出現錯誤,因為它貼上變公式 那就不正確了,因為我主要是要貼上 它裡面的文字,那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你是正確的 狀況,它的那個什麼,有沒有發現儲存格的 左上角會有一個 綠色的標籤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看到有綠色標籤 表示它是警告你,警告你什麼 他覺得很奇怪,你明明裡面是放數字啊 可是為什麼你要用 文字的形態 儲存它呢,它可能就是有疑惑了 OK 不過如果,因為我們主要是 要能夠查詢,所以我們把它轉換成 文字,這個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DEMO一下 其實基本上就是做出格式化 這格式化就是說呢,它可以把 前面我們 做過的三個條件 剛剛有提過,年份是2010 包含以後 然後呢,借購號是後面 後面的 4碼是6668 另外的話呢,書目編號 開頭是23 或24 所以底下 上禮拜有同學來問說 是不是底下還有,對23 這邊也有一個 然後這邊24也有了 所以底下應該有好幾筆 2323 好像就23開頭 24開頭了 23 好像都23 那當然呢,以前 如果說你不會用這些方法的話 變成你要用眼睛看 那其實當然很浪費時間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第二個需求 就是說 我希望 找到資料的地方 幫我用那個顏色標注 那這樣我就可以馬上知道說那個資料在哪裡 OK,不然以前 你可能要人工的方式慢慢找 三個條件 最後就做出清楚 有沒有,然後 再來的話 我多做一個年份 比如說我希望篩選2010的資料 幫我把它 底色 填成黃色 有沒有按一下 再把清除掉 2010的全部都找到 那當然你還可以再找其他的吧 類似像剛剛關鍵字的 方法其實也都可以 也就是說剛剛的關鍵字 除了說可以用篩選之外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格式化 可以讓它底色 比如說變成黃色 清除的話 是這個清除 OK,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一樣 我們這邊會需要做三個按鈕 格式化 格式化 格式化的話 就是說呢 我把剛剛的三個條件做出來 然後 一個清除 然後一個是 2010的篩選 那首先一樣 先到開發 裡面的 Video Basic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一樣 就是說呢 一個按鈕 叫格式化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是 先建一個 所謂的格式化 假設我們重來 格式化 Enter 那再來的話呢 因為呢 我會有幾個條件 總共會有 三個條件 所以呢 我們就分別把這個條件 把它裸列出來 那這裡的話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第一個條件 所以喔 第一個一樣用Range Range 把它放在這邊 那查什麼東西呢 接下來的話 一樣 就是AutoFuel 所以一樣點 所以直接拿這個 那我要針對哪一欄 那你可以看 這個題目是 總共會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2010以後的 所以喔 如果假設要找2010以後的話 那我該怎麼找 其實你可以 拿這個來參考 AutoFuelter 不過可能要看一下 你這個範圍對不對 我好像發現喔 這個 雖然呢 兩個工作表很像 但是好像範圍不一樣 因為它還有I 所以這個可能要改成I 不是A11 應該是A1啦 所以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A1 到I的多少呢 568嗎 看一下 Ctrl向下 有沒有 557喔 所以範圍不同喔 所以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這邊是557 所以 A1到 557 這個可能範圍 要修正一下 OK喔 範圍是 A1到557 然後AutoFuelter之後的話 接下來喔 你要查哪一欄 那年份在第幾欄 F欄 所以空一格 年份的話 F的話應該是第六欄 特別是欄 這個地方只能給數字 不能給那個文字喔 第二個的話呢 鬥點 條件是什麼 那條件的話呢 這邊的話 因為我要找2010以後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就是在這邊加一個雙引號 然後呢 跟他講說你要大於等於 2010 他就知道條件 OK 那他會幫你把 第六欄裡面 是2010的 幫你找出來 所以你可以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 大於 等於2010的 那全部列出來了 OK 可是問題我還沒查完啊 沒關係 第二個問題是說 你要第幾 再來就要針對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借構號 墨式 是 6668 那你想說借構號為什麼沒有剛剛 書目編號的問題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裡面 除了數字之外 他還有 有沒有英文 除了 就是說呢 數字之外 他有非數字的 其他的 這個文字喔 他就變成文字了 那我們如果針對第一欄 所以其實你可以 AUTO FILTER 在這個範圍 第二個條件的話呢 針對第一欄 A欄就第一欄 那我要條件什麼呢 尾巴 所以其實 我如果要從尾巴找的話 其實你可以 尾巴 那所以其實也可以用類似剛剛萬用資源的寫法 就是等於 反正前面不管是什麼 反正只要尾巴有 6668 記得後面不用再加星號了 因為如果加星號的話 那變成說他6668是在中間 如果你是在尾巴的話 記得後面這個星號不要加 這樣的話 他就是6668 所以試一下 這邊可以試著篩選 6668就出來了 然後第1個條件是20 有沒有 2010以後的 那第3個條件是什麼呢 第3個條件 就是那個 這個 20 這個 書目編號 前兩碼 是23 或 24 所以喔 書目 在第幾欄呢 書目在第4欄 第1欄 所以一樣的方法 就是說呢 你跟他講說 在Autofilter 那我的欄數呢 是在第4欄 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做 幫我找一下 如果開頭 開頭的話 那怎麼表示 開頭一樣等於 那記得 23 後面加一個星號 剛好跟 前面那個6668顛倒 有沒有 他這個是後面 這個的話 開頭是什麼 後面加一個星號 就是反正喔 開頭是23的 那就幫我找出來 所以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那應該 這三個條件都完全符合 才會出現 剩下這麼少 然後 再來的話 還蠻24的 所以24怎麼辦 跟各位講一下 你可以再給他一個條件 在這邊 豆點 裡面的話 可以找一個 或 或的話 是在 XL 應該 你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 也就是 或 或什麼呢 豆點 你後面可以再加第二個條件 也就是說一個篩選 可以放 第一個條件 跟第二個條件 所以你把第二個條件 這個複製過來改 可以 改成24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把它再篩選一下 執行 你會發現又多24出來 或24 好像又多一些資料 所以這個條件 你會發現23之外 還有24的也出來 那範圍就更多了 所以 符合這個條件 第一個年份應該沒錯 第二個6668也沒錯 第三個 書目編號是23或24也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可以同時 做很多條件篩選 也出來了 可是出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當然 我們其實 並不是說 就是保持這樣 我們是希望怎麼樣 把它填顏色 所以如果你想填顏色的話 特別需要 就針對這個範圍 去把顏色給填上去 所以後面的話如果你要填顏色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 白板上面 這邊有填顏色 所以剛剛的這三行 填顏色的話基本上就是把這個範圍 特別注意 記得要從A2開始 因為A1我不要 給顏色 因為藍位 這個 不是我要找的 所以記得一定要避開A1 底色的話 Interior color 如果我要黃色的話就RGB 比紅色加綠色 OK 所以我如果這個後面的話 把這個複製一下 那如果要把底 A1記得改A2 它的底色的話就是點 點Interior 這個就底色 底下的顏色 顏色的話就color 等於RGB 如果以後 跟顏色有關 記得可以用RGB R的話就是紅色 紅色不要最大 最大就255 那綠色也是全部 紅配綠其實就黃色 豆點0 這樣的話呢 它的底色 就會幫我改成 黃色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把它執行 它這個範圍都變成黃色 可是如果我想要恢復成原來的狀態的話 那最後很簡單 你就把 這個Auto filter 再增加一行 就這樣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怎麼樣 填完顏色之後 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OK那你會發現 按下它自動幫我把 我需要的資料 把它mark起來 最後如果說要把它清掉的話 其實很簡單 清除的部分 只需要在這個程式裡面 加上 底色 沒有 就清除了 OK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剛剛的那個程式部分 稍微比較攏長一些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呢 第11頁的地方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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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先在女人 就有到男生 雲端的地方